新年新市府团队也展现了新气象 临假结束上班日的第一天 台中市长林佳龙也宣布人事的新制度 要修改台中市公务员的拆勤的自主管理制度 改为统以上下班签到退的方式 也要求市府人员要进行核心训练 借此来提升公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让回机处理跟行销能力都能够更专业化 有效的跟民众来沟通 建立呼吸 年假结束上班日的第一天 台中市长林佳龙在市政会议上宣布人事的新制度 一改过去台中市公务员拆勤的自主管理制度 改为统以上下班签到退的方式 要让台中市的公务人员更有效率 针对台中市在五年前所实施的 一个很特殊的人事管理的制度 就是拆勤的自主管理 那就是不用上下班打卡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利弊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一个检讨 他们也做一些比较之后呢 发现它是弊大于利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统一的 这一个就是上下班签到退的一个制度 为了方便不同人员的工作 台中市政府五年前采用各局处自主管理的方式 上下班免刷卡 但是市长林佳龙上任后发现弊大于利 去年开始请交通局农业局先行事半上下班签到退的方式 成效良好于今年度开始同一实施 有些局处长他是要求全面要打卡 上下班都要能够签到 可是有些局处却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也导致了我想同人在这一个同样一个单位工作 可是呢就有好几套不同的制度 这在管理上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我们利用这一次的一个检讨来做一个改善 除了修改公务人员的上下班方式 市长林佳龙也要求市府人员进行核心训练 希望借此提升公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让危机处理及行销能力都能更专业化 有效与民众沟通 提升公务人员的专业度 记者杨春环台中采访报导